有家百年传承的挪威老店 它的香料配方竟只用到了五种香料 但这五种香料却占尽了五行八卦当中的金木水火土 那么今天来揭开这组香料配方的神秘面纱 长寸小天地每天献祭 哈尔道我们这里是看一次过竟然开店当老板的鸡汤走步 这组配方的五种香料其实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普通 但却涵盖了几乎百分之百的香料配方 甚至可以说一组香料配方 缺了这五种香料就不是一组完整的香料配方 这五种香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五香 有八角 桂皮 小茴香 丁香 红花椒 为什么说这五种香料被堪称为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呢 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一一解析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排在首位 而且是排在金木水火土当中的金 也就是我们的八角 八角也被俗称为大料 大回 不仅在乳水当中被运用到 而且广泛应用于各种菜品 其最大特点就是能够给菜品增香 折臭 最多要归功于其富含的茴香油所产生的独特芳香 所以也被大部分的五香卤水运用作香料配方当中的菌料 由此也可以展现出它的核心以及香料的领导地位 其次便是桂皮 桂皮的种类有很多 有肉桂 光桂 香桂 桂皮同样有较强的香味 同时能够去除新意味 它跟八角的作用非常的类似 所以也不仅是运用到卤水当中 同时也运用到其他的美食制作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带微微的苦涩味 所以在卤水香料配方当中 经常扮演的角色是辅助真香 由于略逊于大料 所以被称之为五行当中金木水火土当中的木 然后是小茴香 小茴香的香味清淡而油香 所以也像一位挺挺郁立的大美人 由于其香味清淡而温润 所以在卤水香料配方当中 通常是扮演补充弥补某些香料的不足之处 扮演着一个点亮别人暗淡自己的角色 由于其柔和是水 所以也被我们称之为五行当中金木水火土当中的水 下一位是丁香 也被我们称之为金木水火土当中的火 它的属性跟作用就像火焰一样猛烈而激情 由于其香味强烈 所以不仅能够增香 而且有极强的穿透能力 能够将香味带到渗透到食材的每一个角落 更更深处 所以其用量也一定不能过大 最后一位是花椒 香料当中采用到用于增香的主要是红花椒 红花椒不仅能够增香去除新意味 同时花椒富含的灰花油能够促进口腔破液的分泌 从而增加增强食欲 因此也被我们称之为五行当中金木水火土的土 所以看似简单的几种香料却涵盖了流水当中所需的各种作用 每一种作用都像五行八怪一样以不变应万变相辅相克 不管怎么变谁也离不开谁 这也是广泛流传的五香 它的魅力跟过温之处 很多人也是利用它开启了美食的新探索 人生的新篇章 所以往往简单的几种香料却能够做出最棒的味道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配方 只有真正的去了解香料 并且尊重食材的特性 才能做出想要的味道 世间百态 美食百味 只有调出自己喜欢的味道 才是最棒的味道 那么视频到这里 各位观众如果喜欢我们的知识跟干货 可以送上一颗免费的点赞跟关注 将无比的感激跟感动 那么下面给大家献上这组 以食精卤水为标准的经典五香香料配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